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顺遂了 那就是景博然 昨天呢景博然现身某商业活动 一切呢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 只是到这个群访环节啊 小景同学突然无厘头的大笑起来 那他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呢 初期商业活动 景博然却突然如此无厘头的笑 一时间弄得记者有些手足无措 究其原因还得从一小段小咖修视频说起 在电影《三成记》发布会后台 景博然与西中搭档秦海露 因一名要求来了这一段特殊的二元传 海露姐比较调皮 我们之后因为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好多粉丝因为看过花哨 所以就在现场就要求我说唱一个童话 啊童话就是东北版的二人传版 还是什么版的童话 对 然后之后那个海露姐第一次听到 之后就被洗脑了 然后她就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录一个 就是是她自己设计的自己画的 她说她演了太多正儿八经的角色 她说她想搞笑一下 影迷的要求景博然向来有求必应 自从电影《猪肉机》上映后 景博然受关注喜爱的程度 可是直线飙升 甚至到了男女老少通缺的地步 这部林永坚的儿子林大俊 前不久还嚷嚷着喜欢TFBOYS 最近他就把目标转移到了景博然的身上 大俊看了三遍主要机 我看了四遍 他心目中的景博然哥哥超帅 演技超好 今天他终于如愿以成的 看了景博然哥哥的班 其实作为妈妈粉的我也觉得他太帅了 是我自己特别惊讶 因为我不知道 那他可能也是看了《猪妖记》之后 就特别喜欢这个影片 他现在的偶像 前一段时间是TFBOYS 这两天又改景博然了 这两天 看景博然班上下来 爸都吃负了 对 之后他妈说 他已经不愿意去探那个林永坚老师的班了 对 因为就是远远就看到一个小朋友 李永远两个大蛋糕 特别狼狈的走过来 他就可爱 后报警听 长江后浪推浅浪 林永坚就这样被景博然派在了沙滩上